透过科技可以让生活更环保 第三届的江苏昆山电子电机 即设备博览会呢 大爱感恩科技参加 用回收的资源做成衣物 吸引了各国看展的人士 我们这样子说的话 心尽在你 背板布置大大写着 话不可能为可能 同样是一份真诚的爱 慈激职工要邀请看展民众 疼惜众生也爱护地球 第三届江苏昆山电子电机 及设备博览会 会场里穿梭的人们 其实来自世界各地 把爱感恩科技硬体呈现素雅 软体展现人文 百分百资源回收再利用 让昆山市委书记好奇不断 你自己的壳子是哪里的 我们的壳子是由 我们的环保的志工 医工收集而成 那收集而成的话 就必须要把它变成 这么干净的一个宝特塑料品 这样子的成分原料才会导致好 清净在源头的环保概念 当下被纳入昆山市 推动垃圾分类的计划当中 我们探出去的这个行动计划 除了要在企业推广以外 环保行为 还要在社会家庭 27支宝特瓶可以制作成一条小毛毯 各式各样科技仿制品 让每个驻足在此的贵宾赞不绝口 这个不仅是说对经济 这种是一种引导 对人物也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只要有参展机会就要把握 因为还有太多人需要接引来 一起响应环保 也需要媒体一起加入传播清流 把爱传出去 白新闻珍珊美之宫江苏报道